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4月16日 已經是星期二了 今天跟大家說說 環球的經濟 中國經濟 持續衰退 而且 似乎那個規模 不斷收縮 我們也跟大家說 今年為甚麼我一直看美國不會減息呢 原因就是中國的資金大量的外移 這個叫做日出效應 外日應該是三點水的一個億字 外日的效應 使得 大量在中國投資的基金 資金 外資 包括美資 歐資 日資 全部都推出錢 他們會選一些市場去買 所以日股由33,000點衝到41,000點 升了三成 美股也是挑戰40,000點 道指挑戰40,000點 歐股也是德國 法國創新高 英國差點 我們看到全世界的資金 都是因為中國這個市場崩潰之後退出來 中國這個經濟火車頭 走了那麼久 當然它不是全世界的經濟火車頭 它是亞洲的經濟火車頭 但是 也是 世界數一數二的 發展得快的經濟體 世界還是排第二 當中國崩潰之後 哪個國家有機會補償呢 現在西方的傳媒 彭博 甚至乎是巴克萊等投資銀行 認為 印度 可以在 四年之內 取代中國 成為 另一股 經濟的火車頭 彭博早前報導 其實只要印度 會正確實施他的政策 就可以在2028年 成為全球經濟的火車頭之一 當然美國當然是No.1 彭博是這樣說的 跟中國17.8萬億美元的龐大規模 相比 印度現在的經濟規模只有3萬5千億美元 似乎還差很多倍 5倍 不過 經濟學家這樣認為 印度需要一世 才能夠追趕中國 為什麼 因為 他們這個國家的很多道路條件很差 教育質量參差不齊 太多繁文欲節 還有總性制度 而且也缺乏熟練的工人 這些只是西方公司 在他們開店做生意的時候遇到的缺陷之一 不過 有人 潑冷水 也有人看好 巴克萊等等的投資銀行認為 印度 有機會在莫迪當總理的下一個任期內 成為世界最大的 增長貢獻者 觀察家也普遍預期 莫迪率領的執政黨 將在幾個星期之後的國會大選中取得勝利 彭博經濟研究公司 他們獨家分析 他們很樂觀認為 從購買力的平均價計算 印度就可以在2028年達到這個旅程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 目的需要在四個關鍵發展領域實現 紅心撥撥的目標 他們要建立一個更加好的基礎設施 擴大勞動力的技能 以及參與度 建立更加好的城市來融立所有工人 以及吸引更加多工廠為他們提供就業機會 印度現在 其實硬件的確真的很差 道路配合不了 工廠配合不了 工人未必可以配合得到 不過他們有優勢 IT 還有英語 這個是中國 是沒有辦法跟得到的 現在 美國整個矽谷裏面 有八成的CEO是來自印度 很多高科技的高層或工程師來自印度 我們說回中國 由改革開放以來 這30年 這個複合增準也是超過10% 對外資產生了磁鐵效益 全世界都發達了 搶錢 來中國掘金 令到這個國家在世界舞台上影響更加大的養香力 也養肥了共產黨 養到這群 土匪是越來越夠膽 膽越來越肥 要挑戰世界 當中共的狼子野心被全世界發現了 全世界都覺得 原來你們這群土匪是想征服我們 是想消滅我們 我們先想想想 現在 每一間大型的跨客公司 其實他們以往想做中國生意 都會制定一套中國戰略 但是中國 現在的不斷擴張 以及他的奇跡階段 其實已經成為過去 現在的中國 就是邁向著他的人力資源開始衰竭了 他的人口紅利開始沒有了 而且 還是不斷倒行逆施 還有一個習近平 幫中國共產黨加速 這個 也是很多人 要把這些資金撤離中國的原因 就是去中國化 去風險化 現在的報導指出 這個正正是印度可以取而代之的地方 莫迪政府正是 尋求提高印度經濟的競爭力 這個轉變 對那些尋求遠離中國 尋找 在1925年財政年度 會超過11萬億盧比 約1,320億美元 如果加上各個邦的支出 這個數字可能會超過20萬億盧比 莫迪 預計在2030年的6年之內 會投入幾萬億盧比 改善鐵路 公路 港口 水道以及其他重要基礎的設施 但是招呼外商 最重要是要乾淨 因為印度的環境實在太骯髒了 很難頂 未必個個都頂得住 彭博經濟研究公司的評估 印度經濟在本世紀末會加速至9% 而中國就會放慢至3.5% 實際上 我覺得中國經濟已經是去到負增長了 根本沒有可能弱症增長 所以這個數字可能 大家那個 熊溝會在 加拉闊 這個令印度預計在2028年就會超過中國 成為全球最大的增長動力 說增長就不是經濟規模 說增長動力 即使在最悲哭的情況下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對未來五年的成長 保持在6.5% 以下的預測也好 如果是以6.5% 印度也會在2037年超過中國 不過我們算是印度的 有沒有水份呢 我們不敢說 但中國一定有水份 如果根據現在印度有9%的增速 而中國是零增長 甚至是負增長的話 其實印度 真的四年內就可以超越中國 應該是說增長速度 但是如果你說經濟規模 你看一下 現在35,000億的經濟規模 你以每年10%的經濟增長 你其實 都還要很多年 每年20%一邊複los� 每年20%一邊複利計數 47.1 1點1 1點1 是不是 一直都還要鈔活 也要超過十年才能超過中國 不过 中國的情況 是萎縮 你不知道萎縮有多快 因為 你是增長的 他是萎縮的 他的經濟 간 10.8萬億美金的速度跌下來的時候 可能明年可能會只剩下15萬億 可能以雙位數字增長跌下來 Mercury 所以那個交叉什麼時候出現 即是說印度什麼時候 在這個 整體的尺寸都超過中國呢 我估計 可能十多年左右 就有機會連尺寸都超過 這個不用2037 可能203534 就有機會超過了 習近平說要執政到2035年 他有機會在有生之年 看到中國經濟被印度整體超越 當然 如果 如果共產黨還沒死 習近平還沒死就是 這條數 是基於習近平還沒死很長命的 一直把中國折騰下去 把中國變成北韓 我們其實對於這個 看法 我們會很樂觀 因為 以他 只要不打台灣 不跟美國直接衝突的話 實際上中國是會一直萎縮 萎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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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如果 真的想這個世界好的話 可能真的要 有史他去動手打台灣 南海打菲律賓 這樣 就迫著美國 日本要聯合出兵 或者全世界來一場大戰 來一場洗牌 徹底 將北韓 俄羅斯 中共 伊朗這些邪惡國家一舉消滅 好像當年先沒有納粹德國那樣 把納粹中國 把納粹中國 把納粹中國瓜分成 十九八九 每個國家就佔領一部分去教育人民 日本就負責教育東北 美國就教育哪裏 英國就教育哪裏 英國就教育南部 這樣才有機會 使得邪惡的國家 人們慢慢變成善良的人 因為現在 在共產黨的統治之下 人們洗腦令到很邪惡 很壞 民心很壞 不是老人變壞 是壞人變老 現在一班壞人 尤其是紅衛兵 那個年紀 就是現在習近平那個年代 60多70歲 全部都是人渣來的 從那個年代到現在 全部都是人渣 從那個年代 可以維持到下來的 也不是甚麼好人 所以真的很危險 我們這一節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6部曲 好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大家亦都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 拜拜 國家安全法 基本法23條保護私隱工具 隱藏你的IP地址 隱藏你的網上身份 隱藏你的通訊記錄 隱藏你的消費記錄 Surfjerk VPN VPN 國家安全法 23條之下 無時無刻都要打開VPN Gmail 用VPN打開USIP註冊新的Gmail帳戶 美國虛擬電話號碼 Text Free 免費試用3天 建議長期付費使用 接收各類短訊及認證碼 虛擬信用卡 Wirex App 新加坡註冊新金融機構Wirex 防止各下消費記錄被追蹤 保護各下私隱 避免國安法及 基本法23條迫害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雙人房、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一些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我們才會進行 按照美國 一群楊 我多怕 微動 畫上 藍 畫上 畫上 畫上